我国自古有清俭持家的说法 历代的闲人智史也多以清俭作为一种新家保家的家风 使得自己的家族长久兴盛 那么清俭的家风对一个家族的兴旺发展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 它又是怎么使一个家族保持枝繁叶茂 福泽绵长的呢 特别节目家风家教家规家 西南政法大学刘云生教授即将为您讲述家风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两类家庭现象 一个是出生贫困家庭 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 考上大学 硕士博士 博士后一气呵成 成为经营人士 这里人家认为自己前半辈子受苦受累 有了条件就开始自我享乐 有了条件就开始自我享乐 甚至贪污腐化 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再受苦再受累 于是纵容娇宠 另一类家庭 家自聚后 认为子女不需要再辛苦畅业 只要能够守住金山迎山就行了 如此一来 子女没了目标感 使命感 责任感 但于享乐 抽烟喝酒 飙车逛街 甚至约驾吸毒 生活奢好 品行败坏 这样一来 无论是哪一类家庭 面临的都是悲惧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家风不正 我们既没有教会孩子 如何安然处穷 更没有教会孩子要淡然处富 古人如何对待 贫富 如何要良好的家风 训道引导孩子 进行正确的行为选择 和品格修炼的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清俭 我们先看一下 历史上有名的陆家 如何培育清俭家风 东晋时期有个大臣叫陆腊 吴军的世家子弟 祖先就是大名鼎鼎的陆逊 陆家系江东民门 家是显客 但是家叫特严 家风良好 崇尚 清俭 节约 代客之道啊 一般就两样东西 清茶 素果 陆腊担任立部上书的时候 就是人事部部长的时候啊 西安 位高权重 民满天下 约好了要登门拜访 陆腊答应了 但回家以后什么都不准备 陆腊不着急 但是陆腊的侄儿 陆处 他就特别着急 因为西安是名人 是大人 利用清茶水果来代客 这太寒秤了 但是 家规太严 他又不敢去建议叔叔 把节袋工作搞得隆重一些 于是 想把生米做成熟饭 悄悄地筹备 谢大人来了 陆腊摆出的东西就两样 清茶一杯 素果一盘 西安很诧异 但他一向大气 也知道陆家的家规家风 兵主交谈没一多久 突然山珍海味 呼啦啦地摆上了主 西安受到陆家如此礼遇 吃得特别高兴 谢大人吃饱喝足走了 陆腊叫来侄儿 一顿冷讯 如不能光一复书 来复惠我素页也 作为陆家子弟 你不能够将我和你爹的 清俭传统发扬光大 还用什么美酒佳肴 这些俗物俗礼 来讨好权贵 你这是玷污陆家的清白家风 处理结果 家法伺候 陆处不仅没捞着奖赏 还挨了四十棍子 谢家是东晋时期的高门士族 谢安身居高位 是许多人攀附的对象 谢安来家吃饭 稍微隆重一些 并不为过 但陆娜却把接待谢安的侄子 报答了一顿 这样的行为 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呢 陆娜又为什么这样不尽人情呢 陆娜的行为看起来是小题大做 但根据陆家的处事策略 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为什么呢 陆家是江东巨族 代表了强大的地方势力 和政坛精英群体 谁都想和陆家攀上关系 既可以提高江湖地位 也可以寻求强大的政治奥远 但是陆家清真自立 他既不愿意别人寄身投靠 怕有什么问题 更不愿意背上 阿富攀马的卑劣名声 想当年 王岛是静元帝的铁杆 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全城 他的堂兄王敦还执掌兵权 史称王与马共天下 就是王家和司马家共享天下 更重要的是 王岛出身山东南亚王家 也是民门望族 社会声望绝不比江东陆家逊色 王岛出到江南的时候 想和陆家联姻 拖展政治联盟 王岛把这个意思透露给陆家的一位精英 丞相参军陆婉 也就是陆娜 他爹 哪知道这位丞相秘书 一句话就软软的拒绝了 陆娜为什么要拒绝王家的求婚 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 怕有损陆家的道德情欲 王岛家族当时如日中天 又是中原的大族 贸然答应 可能会招来非议 怕别人骂 巴结 投靠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 王岛人家子弟 世出民门 眼界高 鼻孔粗 加上掌握军政大权 那更是高高在上 钱多 胆大 人婚 一旦结营 不仅给陆家子女 带来不了幸福 王岛家族的 娇奢玩舵的习气 还可能带坏陆家子弟 甚至会败坏陆家的家生 削弱 动摇陆家的政治地位 社会地位 这是一种理性判断 也是一种智慧选择 除了婚姻 陆家对于朋友盟友的选择 也特别谨慎 可以择有二教 但必须是君子之教 一杯清茶 一盘素果 既显示了清俭家风 也代表了陆家的清高生育 还代表了陆家 清傲的人格风范 这就是陆拉 要强力维护的素业 但陆处 他对家族的三清风范 清俭 清高 清傲的精神 领会不透 理解不够 谢大人来了 摆上了山征海卫 陆拉认为有阿妇投靠之邪 有损家身 有辱家风 所以老修成怒 赤杖 之耳 陆家提倡的三清 是历代加风的核心要素 清是一种道德追求 比如清白 清正 清凉 简是一种生活态度 比如 华欲 节欲 简素洗劳 审圣自吃 陆家的势力告诉我们 清减不仅直接影响到子孙的身心健康和行为选择 还最终会决定一个家族的现实境遇和历史命运 一杯清茶 一盘素果 既彰显了清减的家风 也代表了陆家清高的声誉和清傲的人格风范 陆氏家族以清减的家风教育影响子孙 也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那么 怎样才能养成清减的家风 清减的家风 对一个家族的兴起和发展 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特别节目 家风 家教 家规 家谱 西南政法大学刘云生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 家风 怎么养成清减家风 清减家风又能为一个家族带来什么样的优势效应 我们从发家 新家和吃家保家 两个方面来解读 先看发家新家 清则减 清则劳 养成子女 节俭 勤劳的好习惯 好评 清则减 曾国藩特别注重子女的习性 好一物劳 好吃懒措 他既是一种先天就有的恶性 也是一种后天养成的恶习 所以他功成名就之后 一再要求子女 客气 节育 保持 寒素 加风 他说 游茧入涉 溢于下水 游涉反茧 蓝于登天 一般人家子弟 要从吃山药 喝山泉 转化成 品美食 喝美酒 犹如顺水行舟 但是你要从豪舍无比的高端享乐 重归粗擦淡 那就蓝于登天 官宦人家如此 有成就的名家也是如此 大半由寒素起家的富商大谷 只要不当土豪 有远见 有智慧 就会时时刻刻 要求子孙牢记 寒素家风 不忘本 山西著名的商号大盛魁 从事编茂 塞外扬名 封号遍及俄罗斯 新疆 蒙古 这家商号的号规 规定了两个仪式 全家子弟和员工 每年必须参加 第一个仪式 每逢年节 必须像供奉在财神向下的 一条扁担 两条麻绳 两个筐子刻脱 因为大圣魁当初的三大股东 原来就是挑着小蛋 随军贸易 走遍了蒙古新疆 这是货郎发家的根本 第二个仪式 每年的出席之夜 必须喝米汤 三大股东有一年亏一损 没钱过节 只好靠喝米汤度日 这是在教育后代子孙和员工 义苦思甜 崇尚皆解 轻则劳 轻茧并不是说就有一位手穷 忍穷 这是影视和高人的兵亲欲解 但作为一般人 普通人 你就需要鼓励子女 辛勤劳动 知道加色艰难 发家不易 防止子孙怠惰 亦览深百事 唐代代柳平教育子女说 自古以来很多名门大祖 祖先忠孝勤俭 终于成就了大家大义 但后代子孙 顽劣任性 娇奢傲慢 荡仅家长 立家之澜 有如徒手登天 败家之意 有如一火了毛 清俭家风可以养成 习劳的好品格 好习惯 民间的俗语说得很通透 家有万诞 不如有个好习惯 习劳他不仅可以锻炼身体 还可以磨炼意志 对于子弟习劳 郑国藩有着深切的人生感悟 曾家后来家大业大 但他的爷爷还每天除草收缝 老人家的观点很朴素 官位觉位是别人的 暂时的 习劳的好习惯才是自家的永恒的 可以养心养生 可以发家致富 可以保家传业 所以曾国藩虽然未及人场 还随时写信要求子之辈 除了读书之外 必须打扫房屋 洗骂捉凳 还要到外边去十分增肥 到田间除草 不能因为是官宦子弟 你就摆架子 羞于做这些繁琐细微的家务事 曾国藩的观点是 今天摆架子 明天就是败家子 如果父母 孽子孙从小不惜劳苦 长大以后 他就会认为 什么 做饭 洗衣服 打扫清洁 这些是见识 是杂物 做了有损身份 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 养成 好意物劳的恶习 扎听拜罗拉 是迟早的事 轻则捡 轻则劳 轻捡的家风 可以带动一个家族的 兴盛与崛起 然而发家容易 守家难 一个家族经过艰苦创业 兴盛起来之后 又应该坚守怎样的家风 使家族充满勃勃生机 万代 免长呢 特别节目 家风 家教 家规 家谱 西南政法大学 刘云生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 家风 再看 持家保家 清则连 清则正 清则慎 清俭家风培育的子弟 做官清廉 处事正牌 为人 千胜 清则连 纵观历史 从来没有天生的贪官 更没有人说 一上任 就发誓要做天下第一贪 那贪官是怎么养成的 一是人性中的贪欲犯 二是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 为什么现在的贪官 多是贫家子弟 我们来个三段 穷怕了 翻身了 任性了 从小家里穷得调查 所以发愤突强 有成就了 升官了 社会地位改变了 翻身做了主人 就禁不住外界的诱惑 钱全名色 无所不贪 一天不收礼物 不数钱 就凶堵气闷 夜夜星囊 那才叫 其乐无穷 古人用什么办法 来遏制子孙的贪欲 是家法 是家风 家法规范言行 家风影响观念 宋代的李斯曾经担任过 吏部尚书 礼部尚书 他根据多年的试换经验 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 清俭持家 万代可守 贪官无利 两代必亡 李斯的理由是什么 副祖辈做官 唯性被矣 子孙们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这类人家的副祖辈 之所以能够逃脱法网 逃脱惩罚 是因为这样的祖先 大都精明强干 他们能够驾驭 控制夏季 能够掩盖 贪赃的本相 还能够奉承上级 能够拉人入火下水 还能够应酬周旋 摆平方方面 那遗憾的是 他的后代 没有他这种本领 也没有这种耐心 他只继承了 副祖辈一样东西 贪难 败家亡生 事成必然 与其如此 副祖辈倒不如 清俭传家 树立良好家风 培育这种贤能子孙 那必然家大业大 走向盘主 清则正 无欲则刚 清俭的家风 可以铸就子孙 高尚的道德品行 和强大的人格力量 唐德宗时期的宰相 崔佑甫 他父亲是著名的古文家 叫崔敏 清俭赤家 属于当时的五好家庭 崔佑甫又成父亲 秉称家风 居家清俭 唯一人清正 有一年 农幼杰度士诸词 上述朝廷说 龙州州将赵贵家里 出了一件奇事 怪事 猫鼠同如 猫和老鼠不仅和谐相处 还相互喂养对方的子女 诸杰度士认为 这是国家的真相 是好兆头 当时的宰相长官 高兴一场 率领百官 庆客 上级领导这样做了 作为下级的崔佑甫怎么办 他不仅不参与 还大唱反调 坚持说 这违背了自然常理 和动物的本性 是货不是福 他上述皇帝说 人家养猫就是为了断绝鼠 今天猫不抓老鼠 那就是实质 如果这种反常的现象 我们都要去庆贺 那是不是鼓励 法官们不纠谈违法 鼓励将士们 不对外抗敌 后来 崔佑甫官居宰相 财太官场 整顿立志 一消 拥毙贪难之风 成为一代贤相 为官为患如此 经商也是如此 经商八大家中的乔家 减速赤家 认为信义高于利益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中原大战以后 乔家完全可以发战争财的 就是用贬值的竞钞来兑换存款 但乔家怎么办 他动用家常的白银 来对付存款 毁家常债 拉下了三十万两白银的亏空 大德同当家人乔云霞的一句话 说的是大气领人 乔家生意虽然垮了 但子孙还不至于衣食无爪 如果真的要违背诚信 投机取巧 出手狠转 无数人家将会倾家荡产 妻离子散 这种与其毁千家 不如毁我一家的道义情怀 折射的是 经商良好的家族风范 也是乔家赢得社会尊重信任的 真正原因 轻则胜 清俭家风培育出来的孩子 都有两个共同点 为人谦虚低调 做事审慎有责 反之那就是狂妄自大 交警凌人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权 人称九帅 兴起粗号 为人傲娇 曾国藩屡次写信劝谏 而在外以千锦二字为主 世家子弟门地过剩万物所住 我家旧草根出身 好不容易现在成为显贵大族 子孙众多 败官风绝 看着眼红脸绿的人不少 你在外领兵一定要牢记千锦二字 要是一有闪失 家风中断 必然导致家身败坏 家道败露 那才是最大的悲剧 这种观念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一种经验总结和智慧传承 唐德宗时期的宰相刘兹 父祖两辈都是名主大家 刘兹继承了祖父两代的这种家风 连警卫上 但他的唐兄刘赞 却从不读书 凭借祖父的这种身份 做了官 古代叫英官 一位强盲立位 他和三人宰相的关系都不错 升官更是顺流的不得了 先当涉州刺史 再当宣州刺史 都属于风疆大力 位高权重 但这些风官后边 有两个大问题 于是好人员并不意味着好人品 正式上说得很清楚 刘赞的好人员是送你送出来的 他担任联查室 本来应当是反弹防腐 却搞成猫鼠一窝 大肆收敛钱财 上供朝廷权贵 惜恩求荣 官位是步步高深 但士林的声誉却是美光与下 二是家风败坏 家道败露 家中的子弟没有父亲的正面教育 连机小小的就能够骄傲 慢横 瞧不起人 如此家风在官场上 没有几个瞧得起 后来刘赞一致很快凋零 亲简家风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借鉴意义 总结上述五个方面 可以说 亲简家风可以培育子孙 接茧 勤劳 廉洁 政治 谦慎 无种好品格 教会子孙 安然处贫 淡然处妇 不如社会 他们自然就能够自我简术 亲百为人 亲脸为官 家风诚习代代相传 这既是家族的福分 也是国家的荣光 所以我的最后结论是 亲简吃家万代长 谢谢收看 请看下集 在传统社会中 家庭教育的成败 往往决定了一个家族的兴衰 那么在漫长的历史中 成功的家教都会秉承 哪些教育理念 古人对子女的教育 会从哪些小事抓起 父亲 母亲 以及兄长 在家教中 又各自扮演着 怎样的角色 明天的节目里 刘云生教授 将为您讲述 家教